蔡委員,你好 市長,我請教您 這個電動公司 我們要簽訂電子收費建築系統 引用企業書,就是EDC 那個復建,為什麼會是密建? 那個是因為在我們雙方簽約的時候 就已經約定那一部分有保密條款 那是有什麼機密我都搞不清楚 我們很難理解 原本 遠通啊,ETC 就張希希了 還在復建裡加個密建 連營運計畫都不能公開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就讓 當時的政府可以上下其手 官員可以跟廠商每天都在那裡交杯 都在那裡歡樂 那 英營計畫有什麼機密可原啊? 那個是目前我們的合約上是有這樣的條款 那 大院這邊當時要調這個資料 我們也都有如數提供 只是我們裡面因為合約有這個條款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附帶說明 就是請在使用的時候能夠注意保密的這個狀態 我都很奇怪 我們如數提供了 已經如數提供了 連營運計畫都保密啊 我跟你講 這個我們啊 據我們了解啊 跟廠商啊 過往從 這我們可以跟廠商再來談 你們應該齁 你們應該要有一點節制啦 另外 那個 到現在為止 達到 這個 我們一起目標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依照合約 就是應該要這個解約嘛 對不對 不是 他是算是履約的缺失要做改善計畫 履約的缺失要改善 是 你本來 這個 利用力不足的時候 本來到 99年的7月29號 就 這個 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你就在7月22號 就讓他 用扣款 全部 全額的扣款 讓他的這個功能增加 讓 優惠 這個通車的這個95方案 這樣 是不是 土地廠商啊 這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分的話 實際上 他是比照回溯票95者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然後 由遠東公司一次批購 3000萬的一個通行權利 然後分享給他的客戶 這個他有 如數把3000塊 繳進我們的這個 這個就是密件的由來 應該 應該不是 局長這個就是密件的由來 欸 欸 製長 我們一般要買4000 才可以有這個優惠啦 齁 你現在根本 EDC是一張一張通過的 但是 就遠東來講 他是一次買3000萬 一次買 你企業上根本裡面也沒有這種優惠方式 但是 他 就他 來講 他是有買3000萬 等於是也是跟政府 跟一般的一百張 這是你的解釋嘛 在我們的看法 在我們的看法 這裡就是圖利廠商嘛 因為 本來所有EDC 一次一次買 他受惠的是使用者 也不是廠商 你受惠的是使用者 對啊 所以你用廠商的名義 那這樣所有 所有廠商名義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所有ETC的人 只有營業的人 這個跟那個中油去買了100張 然後用零售的給他的客戶 是要圖利遠東公司儘快達成業績啦 為什麼達成業績 為什麼不會到 你可以看到 他使用率多少你知道嗎 那個EDC使用率喔 有裝置EDC的 他的使用率有幾個%你知道嗎 目前是40.6到 34.73啊 好 給你40% 你那是裝機啦 你的利用率啦 只有34.73 到11月25號 他是到40.6% 40.6% 利用率嗎 是 利用率到 11月25號 最近的啦 是 這兩天的啦 因為我這個是到十月截止 那為什麼會利用率這麼低 就是有很多的人頭啦 因為很多的人頭才會利用力這麼低啦 他們一直在衝 希望能夠多裝這些機 甚至呢 發動了很多 包括政府單位都配合啦 都幫忙他啦 還是達不到 我們一估 根本不可能達到 市長 市長你覺得他有機會達到 呃 即使呢 核易還沒有到你就給他幫忙 包括蔡委員 這個 當然我想我們跟任何一個VOT的廠商 其實是一種夥伴的關係啦 推動電子收費當然是政府的政策 那我想 我們既然跟他有簽個核易 他我們就會依照核易的規定來執行 也就是說他達不到核易的這個要求 那我們按照核易的規定應該通知他改善 他提改善計畫來 他又沒有辦法這個達成他所改善計畫裡面所要承諾的事項的話 那我們就依照核易開發 好啦 你們可以幫忙的都幫忙啦 沒有優惠的你都把它解釋成一次買三千萬可以優惠啦 那是你的解釋啦 在我們看來就是土地廠商啦 好啦 就算同意讓你土地廠商啦 國庫買單 我們也就算了啦 但是呢 你現在要全部都用ETC的方式 甚至用里程來計畫 那又要全部 那就全部都 以後全部都沿通公司來做啦 那我們是不同意的 剛剛我們王委員這樣講我很認同 不過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齁 就是 幾位委員指教都非常正確 也是我們目前在要求的方向 就不管他將來系統長的什麼樣子 他技術上一定要達到能做成里程收費的技術 那至於說 讓民眾來使用高速公路這樣的一個電子收費系統 一定要民眾心甘情願啦 這個部分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在要求元通公司 並不是用強迫的 因為你們現在是用 計畫 來配合這個元通 的這個時段 這個合約的期限 所以呢 我們一直懷疑 你們現在要全面實施就是要配合元通 讓他全部 全部打來做 否則依照他的企業 根本不可能元通來做 應該收歸國有嘛 報告蔡委員 這個要 依合約精神嘛 依照合約我們要推動 全面繼承收費 這個在簽訂合約的當時 都已經 都決定了 那元通達不到 合約所要求的 依照合約 該解約 該罰款 我們會依照合約的規定來處理 但是 我們現在就懷疑 你就是要配合他 要前面給他 沒有啦 不會啦 我們還是要 要照合約啦 有破例政府 有破例跟他收歸國有嗎 有嗎 坦白講次長 你覺得有嗎 不 照合約的規定 該怎麼做 我們就會怎麼做 你有那個破例 有那個決心可以收回來 因為他現實是達不到嘛 該合約上 有一些 到最後 真的是 最壞的情況的時候 該怎麼做 他有一個 有一套的規定啦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 這個 這個在 保障 所有 使用OBU 使用ETC 這樣的收費制度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客戶的前提之下 怎麼樣 讓這樣的一個 事情能夠推動更順利 好啦 我是希望 你要還是要以全民的利益為依虧啦 因為這個案子 EDC 讓人民都覺得是髒兆兆啦 當時啊 在發包這個 BOT的時候啊 疑點重重啦 到現在啊 還沒有辦法 這個 讓世人了解 我們以你為憾 但是我現在 雅學次長我現在 我們國家的重大計畫 幾乎啊 在我們國道局這一邊啊 幾乎都是在延期 都在延期 都在延期齁 那麼很多的 這個重大建設 像九大建設啊 幾乎沒有遺憾是如期的齁 都有延當的情況齁 呃 這個 你覺得 我到底問題在哪裡 而且每一次齁 前段都沒有事 到後段都在趕工 就像六號 國道六號到後面 為什麼 會發生重大的 這個工程 啊 這個職災 那就是這 趕工來的嘛 我想 可能委員這個地方 有一點 我必須要跟委員先報告 就是 國道六號這一個個案 實際上 呃 國道六號計畫 是有剩下兩個標案 這還在做收尾了齁 一個就是 呃 舊政 一個就是北山 北山的部分就是上出公安的部分 當時他出公安 我的重點在於 為什麼 國家重大建設 都沒辦法 依照計畫 如期完成啊 國道六號在發生公安之前 他進度都 都是合理的 都正常的 並沒有落後 現在 九大建設幾乎沒有 一個如期完成啊 可能我們也許說明的方式 沒有讓委員很清楚 其實國道 高速公路局所主管的幾個業務裡面 進度大致上都還好 像 啊 我們現在的五陽段來講 進度也都 能夠按照 我們一定的進度再進行 其實齁 不只國道六號啦 我們像 這個圓寧高雄段的透寬計畫 國道一號五股交流道 建置快速公路整體網路交通管理系統 增建東西像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縣的大法系統交流道工程 到現在為止 也都沒有辦法如期完成啊 那個 那個 剛才委員講的 原高段 原林到高雄的拓寬路段 它其實整個主體工程都完工 而且通車很久了齁 那這一次編列預算 主要是因為 它當時在核定建設計畫修訂的過程當中 中間耽誤了一年的時間 所以99年沒有接上 為什麼難度 因為暴行政院的時候 要我們解釋一些相關的一些情況 沒有我們沒有即時把它說清楚 所以99年不能編 現在他都是在編一些所謂的尾款 跟那個 不是啦 局長你這樣齁 就糊弄我們啦 沒有實質公正 即使德堡倒了以後 我們到底有沒有延宕 有沒有失職 沒有處理 造成我們現在要 我們要去認賠 那一部分是有一些工程爭議的部分 什麼工程爭議 你現在法院都判我們輸啦 你賠這個錢要做什麼用 當時為什麼延宕 我們沒有辦法保重自己的權利 超過一年的時間 為什麼 這個我們裡面沒有 重要檢討嗎 這是沒有 沒有是重大的過世嗎 局長 在這個案子裡面齁 我想我們 內部應該要 要 要嚴重的檢討啦 我坦白講 這個是嚴重的失職耶 所以我們今天法院會被判輸為什麼 就是我們承判的人也沒有 不夠禁止嘛 法院才判我們輸 現在他要賠這個錢去賠人家 所以我坦白講 我們為什麼要認賠這些損失齁 我覺得 這個我們 交通部應該要針對這個案子 檢討一個 框案 讓我們徹底了解一下好不好 市長 好 我們會去了解為什麼 這個中間 是不是有我們同仁舒服的地方 而且 延宕舒服了這麼久的時間 等到 發覺事態嚴重了 已經過了一年了 對不對 才會今天在法院判輸還要賠這種錢嘛 是我們會了解 好不好 應該至少要給人民一個交代嘛 這麼 這個重大的 這個 這個 代夫職守的 這個事件 已經不能一再發生了 這個我們管理的問題嘛 好不好 我們會一起來了解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